嗨 這裡是陽光運動公園 今天天氣很好 因為沒下雨 然後 沒有太陽 只是陰陰的 然後對面那邊 就是我們剛剛走過來的地方 就是新店 湯泉那邊 然後這個是陽光橋 晚上很漂亮 因為現在白天沒有開 所以白天就是長這樣 晚上開的燈會更漂亮 對啊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今天早上你看很多人來運動 大家現在比較注重養生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早期運動 因為我剛剛來白天想說 應該沒什麼人 結果很多人耶 還有狗狗在那邊散步 很多狗狗 對啊 那就先介紹後方這邊有 類似裝置藝術的小瓜女 其實還蠻可愛的 對啊 還蠻多隻的 然後這邊草皮都有修剪過 就是 感覺起來很舒服 然後這邊有一個類似相況的東西 但是 它有點霧化了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用途是什麼 剛剛有試過拍照 但是太模糊了 對對對 然後後面就是一大便草 對 對 晚上啊 開燈 會更漂亮 因為現在是白天 所以沒有開 對 這也是陽 陽光運動園區的導覽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 六號這邊 它是景觀與水池 對 就是在這個 導覽區版本的後面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景觀圖介紹蠻多 還有櫻花 櫻花 櫻花 目前是沒有開 因為現在不是櫻花 櫻花季如果它盛開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 可以介紹 這是沙灘排球場 可是我剛發現 我剛看到這場地 我也嚇一跳 我問阿里說 欸 這是沙灘排球嗎 結果我們剛剛有照到那個牌子 還真的是沙灘排球 就是你不一定要跑到 海邊啊 一定要有海邊的地方 才能沙灘排球 市區也可以 然後這邊後面有休息區 對 比較 就是 這邊是直排輪競速場 然後很多小朋友 都站在那邊練習 然後 錢包那邊有家長 在那邊休息 就是 等於是他們的家長 然後 家長帶著小朋友 在那邊練習 然後中間有教練 帶著他們 然後裡面有個小小孩 很可愛 對啊 可以讓他們從小學習 跌倒沒關係 就在爬起來就好 很厲害 我們剛剛也有很多 他們他 沒有什麼 他也有很多 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 很棒 他就已經抓了 他也有很多 他也有很多 很棒 有很多 二人 他也都沒有 他也有 有很多 他還在 有很多 喔 晚上囉 這就是晚上的陽光橋 超美搭 現在我在行徑間 然後我就 不要用我的身體擋住這些美景 晚上真的很漂亮齁 分排店一定差很多 超多人的啊 超美的 再來是 這是白天照的天鵝 很美吧 有個裝置藝術 這是環保的概念 其實這裡呢 從對面的湯泉過來其實就是安坑 那如果要來這邊的話交通部分 就是安坑可能坐到安和路上 然後再走進來 然後這個就是安坑那邊這邊的路口 然後對面呢 走了好久都已經走到了 我們走好久都已經走到了 我們走好久都已經走到了 你可能要坐到 然後 新店IKEA這裡 對 然後再走進來 這是 我們會陸續慢慢的 推出一些比較經濟實惠 然後靠近都市區交通 交通比較方便的 然後親子活動可以來 然後 狗狗也可以來 蠻友善的 然後正前方就是陽光橋 好 那我們現在往陽光橋再走過去 電視區往回走囉 裡面的LED燈都會變色 它靠近小壁毯捷運站這裡 可能捷運上會有轉乘 其實這一排都是湯泉的祖宅區啦 但是就是分一期 二期三期之類的 就是這樣囉 好 我讓大家看一次 往安坑的方向 好美喔 晚上在那邊散步就是舒服 情侶啊 家人啊 狗狗啊 小朋友啊 都ok 看起來太辛苦了 不要躺躺 不要躺躺 不要躺躺喔 為什麼 那我們今天 介紹就到這邊喔 夏至 再與你們相見 來 Kiki跟大家要問好 今天介紹的陽光 正確名稱應該是 陽光運動公園 最經濟又實惠 可以帶小小孩去 毛小孩也可以 朋友情侶家人都可以去 這是屬於新北市政府 提供的免費資源 那 這部分我是覺得還蠻實用的 那如果日後大家有任何 的建議 或是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 所以就是你 可能覺得 欸哪個景點不錯 你也可以拍片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交流 對 多往戶外走走 雖然現在是疫情期間 可是 我們還是要多往戶外走 那就是 口罩要記得戴 這很重要 非常重要 屁對吧 那我們跟大家說晚安囉 說再見 下次見喔 下次見